乔麦我听说你是比别人晚了两年 才上了大学 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高四的时候 就是去买那个试题 当时就是因为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是 爸爸妈妈 如果在我拿不到一个好成绩的情况下 我会受到很多 语言上或者说肢体上的压迫 所以 我当时想要找寻解脱 只有在我承接好的时候 他们才不会对我做那些事情 你怎么找寻解脱的呢 就是 我来看了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想要点答应 你怎么搞不始 就像我承接的 有没有任何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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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那位同学上来解答一下 你们班最近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个没精打采的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了吗 就凭你们这种学习态度 再复习上十年也不一定有希望 班里发生那么多事情 咱能不受影响吗 别找借口 不上来我就叫学号 39号 上来答一下 看什么看 39号谁呀 39号是未来 好几天了还不回来 那算了 38号 过来都那么久没回来了 你还有心思睡觉 你不是跟他关系很好吗 怎么没把他劝回来 直接把他借的笔记 我 我还了啊 等他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一次 我现在只能把他打的笔记 你怎么把他打的笔记 你怎么把他打的笔记 我去吧 你怎么把他打的笔记 你怎么把他打的笔记 放两话了吧 你这些书啊 你爸回来之前赶紧收起来 他要看你贼心不死 又不知道弄出什么事来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你们俩真的撅到一起了 说不是亲生都没人心 探课 许丽 经理 老师好 同学们好 坐下 讲课之前呢 咱们先说点别的 我看大家最近状态都挺颓 咱们班这段时间 确实出了不少事 所以搞得人心惶惶的 我也能理解 但是呢 老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 马上就要考试了 你们这种状态能考得好吗 所以我决定 我要给大家鼓鼓劲 这周末所有同学跟我去 主楼天台 去天台上吧 去天台上 去天台喊话 就是把你们心里压抑已久的 和你们最想说的话 通通喊出来 这几天大家在家 好好想想你们要喊什么 老师 那如果其他班同学听见我们喊话的话 会不会嘲笑我们 那又什么呢呀 老师 我觉得特别好 我早就想喊两句了 这个注意特别好 好 咱们大家这些东西客下在讨论 现在把思绪收回来 咱们上课 我都胖了 你们想好在天台上喊什么吗 还没呢 我准备晚上啊 写一些话 然后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我也没想好呢 主要是我平时大喊大叫 我都不敢 你让我去那儿喊话 那更不可能 你这儿我想都不用想 我就知道你要喊什么 想看你敢不敢的 还真不是 我现在对他吧 没有那种执念 你说美好的东西呢 的确是有很多 但是我也不能 样样都聚为己有吧 行啊 小妞儿 长大了 方雪 方雪 你想好说什么吗 说什么 喊话啊 方雪 你说你自从那谁走了之后 就一直魂不守舍的 你饭也没吃两口 你胡说什么 我胃不舒服 未来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肯定要回去处理几天 过两天就回来了 随便吧 她不喜欢别人管她家的事 那你就不管吧 方雪 你之前化学这块 不是进步挺大的吗 怎么化合架这块 这么弱呀 这是你的随堂测验 全错了 老师 化学这边 我一直都不太行 那你多问问未来呀 老师 我未来不在学校 对 那这样 你回去啊再做做 你要是在有什么不会的话 你就问问化学老师 或者你问问其他的同学都行 你最近啊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我也是从你那时候过来的 有些话我不用说太多 自己了解了解 谢谢老师 去吧 好几天没见了 想过吗 我听说你班主任又搞了新花样 说我什么让你们周末去天台喊话 嗯 不错呀 我可早就想期待看到你 大喊大叫的样子了 想想我就激动了 那你 想好喊什么了吗 那我帮你想想吧 我觉得你就背法条吧 什么法条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快点翻 第三本八十九条 你也认了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务的 是行贿罪 知道我为什么 让你念这个了吧 这都是你做的念 你好好反省反省吧 你说你想想年轻做这种事 那大了道了社会 那还得了啊 所以说啊 你好好读大声音 让全校老师同学 都听到你内心的掌握 不想念 你这是拿法律开玩笑 你还言正有词了 你有过脸吗 你就是想看我出丑 你这样没完没了地折磨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这样有意思吗 有意思 不让我图什么 行吧 你不想念就算了 那我就通知你的同学 老师 让他们都知道知道 你一个小造班的尖子声 是怎么进来的 对了 还有你爸你妈 让他们也来我们乡乡中学 看一看 我早就期待 你们一家三口 欺乐融融的样子 念吧 乖 我看你 吧 咱们两个小造型 我也不想看 你们来俩 这个货帘荡 你就责罪了 这个货帘荡 咱嘴 我说什么 她说什么 我有第二个赛 我自己看 这也太倒霉了吧 那个方学真的是城市部 要聊天话出来点 别偷偷摸摸摸的 他俩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呀 未来要是真退学了 尹老师肯定要让他 给他收拾东西了 他要真的退学 你的日子也不能不过 对吧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都几天了 方学你是个寄生虫吗 你是不是有他 你才能过得很好 你能不能有一点鼓起 你听我说话了吗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先好好准备 尹老师的天堂喊话 现在你 很需要给自己打气 我说话了 你帮我看看那那段 我说话了 我说话了 即使说了你 我还是赢了全世界 没有你 我一个人过得也很好 小姐 你看没写这些话 拒绝离不开那个人 你不怕别人天上丢人 我是不是白劝你了 方雪儿 未来走了 你现在一个人 你再怎么纠结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清醒点 对啊 我什么时候都那么恶心 重写吧 我回想了 你别看着广告语又俗又简单 但其实挺有道理的 让我想到 你给自己打鸡鞋那样的 觉得很适合你 同学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听不见 准备好了 这就对了 待会儿呢 你们都扯开了嗓子给我喊 我给你们准备了金嗓子喉宝 出发 搞死一关又要作妖了 我们穿热闹吧 好啊 我倒要看看方学这个惹事经 又出什么阳相 天台告白大会现在开始 好 你们一定要用真心实意 把你们最想说的话都喊出来 好 我认为 我是香江中学最牛的老师 好 是 我为了带复读班 我女朋友都没了 好 她说我当老师没前途 要给你姓黄的导演跑了 好 我可以 我要做香江中学最牛的老师 我要当香江市最牛的老师 好 我要当最有前途的老师 加油 加油 老师加油 他们都说我是香江中学活化师 好 但我这个活化师 今年一定能考上个 中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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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北京 我要考师分 我要唱一下颜老师 一样优秀老师 王子齐你一定要等我 我 我叫楚燕芬 我一定要考难驾的 我要做自己 我要这个世界 因为我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好 加油 我今天把你最想喊的生活了 好 我那些好成绩都是假的 都是作弊得来了 我一直用不震荡的方式 获取考题 才能考出好成绩 过去了我太薛荣了 一直想得到付出于我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打算放弃了 我讨厌学习 讨厌考试 我注定没有办法成为 像未来那样优秀的人 那我实在是太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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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加油 顾上 来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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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他们呢 刚才说的都是学习啊 都是理想 你们也知道 我不是很爱学习吗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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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和我的同学 陈静说两句话 我想对她唱一首歌 好 好 好 爱你不是两三天 每天都想你很多遍 爱你不是两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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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眨眼心就能成天 你是否想念我 我爱你 爱是小王 吃喝鸡毛做朋友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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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乌城 你发什么疯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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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主任 我刚才就是活跃了一下 解决了学期气氛啊 你骗鬼呢你 疼 疼 疼 你现在感谢她 要不是今天她突然发疯了 抢了你的风头 现在进去的可就是你了 你以为我还会在意你说的话吗 你别想在那儿 靠时作弊的事情威胁我 我也不会再给你洗衣服 行吧 你还反隔一击了 谁给你的勇气啊 我倒要看看 到现在雷主任 把你爸你妈都请来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这个勇气 有没有这个底气啊 看啊 我不能再帮我 你还给我 这不会怎么弄 别人 你不要紧 我自己一直进一步 不跟你讲 能死你 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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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句话 他是我们未来干什么 是 死你 大纠结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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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美 你没事吧 其实没关系的 大家都做过病 你只要改了就好 你想我 我天天闹那么多事 我这不也挺过来了吗 大家不会对你有偏见的 好了 好了 我们回去换个干净的衣服吧 这道题谁上来做一下 小妹 你上来做吧 你们在底下也做你们自己的 你们在底下也做你们自己的 没记错的话 上周我单独给你讲过一遍这个提醒 再不会做就说不过去了 这个公式用得好啊 知道为什么叫他上来吗 这是错误的典型啊 你们都看好了 谁在用错公式 我只能认为他脑子里面有问题 天台上不是含着挺起劲吗 怎么现在怂了呢 你们也要引以为戒 这就是考试作弊的后果 脑子不好使 靠旁门左道就能行吗 三本的材料 还考了一个一本的分数 你糊弄鬼呢 你糊弄鬼呢 你干什么 烦了你 往前再来 快找到了 manusia 那你惊死了 你带揍你 你带揍你 我带揍你 我带揍你 不带揍你 我带揍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们睡了吗 还没呢 真的说实话吧 我今天有点被吓到了 虽然这种场景 在电影里边见过 但真的发生在面前的时候 还是挺吓人的 是啊 高四的压力本来 比高三还要打一番 如果没有遇到你们几个 可能我也会抑郁吧 要不是他太担心 考试排名了 估计也想不到去作弊 虽然这也是自欺欺人吧 但可能是因为他家里 给他压力太大了 我们也评价不了 其实他要跟大家 多交流一下 应该也不会到这一步 他平时真的太安静了 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人 你们知道吗 其实有一次啊 我看见他和外伴 那个男生在那儿 脆脆脏脏的 我一过去 那男生就走了 当时还觉得奇怪来着 别多想 你也不是外能的呀 大家都不容易 再来睡吧 睡吧 老师 方雪 明天咱们俩一块去趟医院 看看荞麦 你把他在学校的东西带上 咱们一块带过去 他又不回来了 他父母说 他状况不是很好 这次高考恐怕悬了 我就觉得我啊 特别地失智 自己班的学生出了事 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上次天台喊完话 我就本来想找他聊来着 这还没聊呢 是吧 事就出了 老师 你别太自责了 全班这么多学生 你不可能每个都照顾到 也是 但这学生们的 心理压力过大的问题 我得引起重视了 你们只能自己调解 帮我回去安抚一下同学们 放心吧 老师 我先进去了 小雪 小麦是不是回不来了呀 听尹老师那意思 可就回不来了 走 护士 我是里面这女孩的班主任 我想问一下她现在什么情况了 她现在除了外伤以外 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刺激 需要一段时间调养 严重吗 这个病人的病情 属于她的个人隐私 你们最好还是问一下家属吧 那等她醒了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她呀 你们最好还是等她休养一段时间 再进去找她吧 你好 等一下 是这样子的 这些磁带呢 都是我自己录的声音 我以前自己心情不好 我就会听听她 这些能留给她吗 对她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病人现在的情绪不稳定 这些东西还是不要随便给她听了 这样 她也是一番好意 要不你们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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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服务数据 您要进行 原送收集票还重要 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 你好 上个自所 《然后》 方徐 你没事吧 没事 不是 我其实特别理解 乔麦为什么那么脆弱 她活得就像三明治一样 一方是她虚假的成绩 往上跑 一方是来自家长 和学校的压力往下压 她根本找不着自己 但不管怎么说 人活着 还是得撒脱点 对了 这个是未来的成绩单 你在放假的时候帮我给的吧 行 交代吧 主任 我不都和您说了吗 我就是开玩笑 开玩笑 还狡辩啊 不想说是吧 行 你可以不说 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家长 你看看你这个德行 你父母也管不了你 那我就拿成绩开刀 还是不想说是吧 只要你把情况写清楚了 说明白了 是顾尚指使你这么干的 以后在你的档案上 就不会留下什么记录 我承认 对 我对程庆说有非分之下 但这事和她没关系 是我单方面骚扰她 这是顾尚的检讨书 她承认她指使你干的事 袁老师安排我和程庆坐在一起 也是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成绩 对不起 我让老师失望了 我威胁成绩了 我让她 不要把我骚扰她的事情告诉学校 我承认都是我的错 她是MG 你什么情况 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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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雪 出大事了 啥事啊 我刚才路过办公室的时候 听老师们说 未来想回学校 结果从家里翻墙 把腿给摔了 小雪 给我有事啊 还有事呢 未来要出国了 他签证马上就办下来了 可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嗯 知道了 said to your brother 不愚愚愚愚愚愚愚呢 youcher 我来 未来 未来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之前生你的气 我觉得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就这么走了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错怪你了 不管你今天能不能听到 我都想跟你说 不 你 你在我心里是一个特别棒的人 无论你是出国还是在北京 你是学古生物还是金融 你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 我这语气怎么跟交道主任似的 你 好啊 我走了 我会想你的 好啊 我都想你 好啊 第二个我觉得是坚持练字 从小学开始把书法当成 是一种学习任务再完成 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 生命当中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 继续地坚持下去 习惯就是成了手机 换点进行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特别快 因为高三的时候 大家都是急着在食堂吃完饭 然后就回教室学习 这个习惯在大学也没改掉 也不知道吃完干啥 但是就是吃得特别快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选择离家远一些的大学 现在感觉有句话说得太对了 如果大学都是在家乡上的 那这个人几乎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离开家乡了 在家乡上学虽然温馨 但对个人能力和独立心态的锻炼 远不如离家远一些的同学 而且我心里一直有一个 闯荡江湖的英雄梦 希望能在远离家乡的地方 再闯一闯 但总被现实的温存给打败 但心里总还会想着 如果当时选择了离家远的大学 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总是会设想 会遗憾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去报离家庆的大学 因为我是海南的 但是我现在报的大学 是在陕西 挺远的吧 我觉得是挺远的 然后 而且人生地不熟的 就是有时候就很委屈 很委屈的时候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只能自己头发到脚尖心 在陈离家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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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吹过 真寒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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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吹过 真寒 真寒 您好